如果说走进槟城就仿佛走进了时光隧道 其实并不夸张 从街道上那些并排的朗语电屋 常年兴盛的老庙 还有来来往往的行人和小贩 或多或少你都能感受到一些宾城的老故事 这些经过岁月保留下来的东西才是最可贵的 香和庙是一体的 香乃是一间庙宇的支柱 这间历史悠久 香火萦绕的观音亭里 曾经孕育出一位至乡青年 现今是宾城手工置乡唯一的老师傅 李明泉 穿过观音亭旁边的小道 就会来到师傅的住宅 也是他置乡的地方 乡对大家来说并不起眼 但是李明泉师傅一生都奉献于置乡行业 备受于宾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特别价 我父亲开始这个业务 他以为我们称为我们的第一个世代 认为为乡城市最高的运动派 因为现在他在93岁年 而且他在这个地域 已经有60多年了 最多的材料我们使用的全是organic 我们不使用的材料 基本上是材料 蒜苔蒜 蒜苔蒜 甚至是蒜苔蒜 然后一些材料新的 像是Artemisia Argy 这些材料都做得到 我父亲喜欢词词 客家平安 然后我们有财源广静 为这些幸福 距离李师傅住宅不远的莲花河街 也有一栋有故事的老宅 而这个故事 更是要把时间追溯回两个世纪以前了 这栋建于1880年的中国园林寺住宅 又或者以蓝屋名称更广为人知 其实是张碧市的故居 张碧市的一生就像传奇 自16岁就飘洋过海谋生 几经辗转后从商 更是第一个在海外开设华人银行 被称为是中国的洛克菲勒 这故事张碧市的故事 产�并不远的故事 称为了称赛的故事 的商人早前来的称赛 他们很年轻 16岁年长 没有什么 零 他肯定成为另一位 DON dere是有非常尊重人的地方 他含有很多家庭,西加亚,当然是中国 他选择建在 Penang,他的家最喜欢因为这就是一位他最喜欢的妻子 她是妻子7,最大几个美女的彩虽然, 他在铭片十分之一 很大 美丽的一种 豪宅里一共有38间房 5个天井 7个楼梯及多达220扇窗 走进屋里 仿佛张爱玲小说中的场景重现 哥特式炉浮窗 进口地砖 古董摆设 精致的雕刻 透露着早年豪宅的气息 也被选为好莱坞电影 疯狂亚洲首富的拍摄地点 杰浮窗斯会用最好的 最好的风水的风水 第一次 在这段时间 来到这里 做这个地方 之前他开始什么 中文字幕 是 我们说是 最好的 就是 去面对海 去避免 去避免 去坐在一路 或是 翻译上 坐在背面 它是因为它是一席 梁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整个中心是硬的 如何坐在一路中处理的城市的城市 后来说,你没有一路,你建立一个 他有最有趣的 一路有两步在一旁,三步在一旁 第一步在一旁的房间,在一旁的房间 被拒绝到一旁的房间,在一旁的房间 在一旁的房间,在一旁的房间 当年张碧氏立下的遗嘱中说到 这间豪宅在七太太生的最小儿子去世之前 禁止收卖 在那期间,因为疏忽照顾,加上经济困难 这里面的房间出租给其他非法之人 因此遭到破坏 迟至1989年,才被卢林女士与丈夫一同买下 你叫它,它是在地上的地方 它是在地上的地方 我們花了六五年來的建築 這是最好的城市的城市 有五六千塊的地方 今天房子是安全的 但在1989年,它在危險 被購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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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購物 它有一個美麗的房子在新加坡 它是總統的總統給中國和新加坡 它是不再在那裡 当我们完成了房子的建设,我们没有钱 而整个全面的东西是在外面的建设 你能否相信被奖斐给我们的家庭的其他人 对我们的建设 好像他们的主持人 这应该是最初的建设的建设和 Malaysia的第一次建设的建设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关键其中一个重要策略 当然在这个恢复理由当中 我们也必须来加强 以及将这个卫生跟安全 摆在这个首要这个位置 中政府也会推出这个 Responsive Toism这个概念的 concept 是apply to这个业者跟游客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每一个人 都能够有这个心觉 有这个意识 有时候说到旅游 大家都会想着出国才叫旅游 但是回过头看看我们的家园 我们其实也错过了很多美丽的景点 这片土地留下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同时也是许多代人共同的记忆 在时间的转转中 仍旧坚守着最初的模样 显现视窗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还是许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